中國人民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 葬身任何艱難閒著 中國發展必將長崩破浪 後未來可期 也還好嘛 為什麼不讓人家看記者會啦 不是 李強現在走在人生的交叉路口 怎麼說 他要當李克強還是當李小強 想了半天當李小強好 就好了 先把命保住 對不對 我要瞎掰 就像講去哪新疆考察 我要瞎掰去新疆瞎掰 我只好是國務院總理 我去哪裡都可以瞎掰 命保住比較重要嘛 李強現在狀況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李強這次的報告 這次報告呢 因為去年發生今天的怪事 就是李克強游泳換心臟麻痺走掉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李強是步步都如履薄冰 我跟你講李強是史上最慘的國務院總理 第一個喔 他要出去開飛機 出去開會 代表中國 那大官耶 對不對 對 他不敢包機耶 第二個 不小心遇到拜登見了面 不敢發新聞耶 那現在最新的不敢開最後的記者會嘛 對不對 不敢開為什麼不敢開兩會的記者會 剛剛李強的講話你聽懂了嘛 把中國發展未來可期 講的中國發展後會有期 要躲後面啦 他不小心講出自己心裡話嘛 後會有期一般是被拔關的人在講的嘛 對不對 你怎麼把未來可期講 我就把每天老闆上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然後我再問 兩會有很多細節都被捕捉了嘛 對不對 有兩個細節超級精彩的 有的人說 這個習近平對他不放心 有的說經濟不好 沒臉開 有的說他口才不好什麼的 都假的嘛 不要講錯話 少開少錯啊 為什麼 李強現在因為面臨到幕僚最大的問題 他抓不到老闆的心 他在兩會報告是不是取消和平統一 沒有講到和平統一對不對 我們政論節目還討論一天 一堆節目在那邊說 完了要武統了 這樣一大堆對不對 隔天習近平講和平統一 補了 不是補 是第一個 李強連習近平講考我都拿不到 第二件事情 李強連習近平的心都猜不到 我是他祕書出身耶 我連習近平要不要和平統一都不知道 我哪敢去開會後記者會 然後給外國人提問 對不對 狀況太多 狀況太多 狼履薄冰 少講一句話 我可能保一條命嘛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緊張感 哪裡像二號人物啊 對啊 連拍個手都要瞄 天啊 對啊 然後剛剛演講的 結結巴巴那個德信 對不對 Grace講都比他順盛一百倍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在台下 我跟你講 李強去地方視察或是去哪裡 口才順著咧 我的老大 我在哪裡 可是老闆在下面看你講話 緊張 緊張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李強想了半年 還是當李小強 不要當李克強 這是他的選擇就對了 是他的選擇